上个单元我们看到了创办小太阳学堂的徐美玲老师 把自己的人生变故转化为对部落孩子的爱心 免费克服的小太阳学堂造福了很多的孩子 但其实这间小太阳学堂一直面临艰困的挑战 包括了用铁皮跟塑胶布搭盖的所谓教室 其实根本难以遮风避雨 也长期处于经费书籍匮乏的窘境 同时他们更缺乏师资 因为路途遥远又没有教师费 老师经常会中途请辞 那么像这样的克服班到底该怎么持续下去呢 继续是我们的报道 有时候我们问小孩子你怎么会 老师教我就会啦 一辈子就会有那种情感 想说留下来就可以 想去留下来服务 两点钟的这堂课是秀林国小的高顺义老师来教木齐 这个对底下的 这个是什么 再往上第二个音是什么 曾经在台北求学的高顺义 已经在部落里当了26年的小学老师 三年前他投入小太阳学堂的课后辅导 平常每星期二次晚上七点到九点 寒暑假则是一个礼拜来三天 全都是利用他自己的课余时间 我不是在训练那个什么 专业的音乐人员 但是我是在让孩子能够喜欢乐器 喜欢演奏 喜欢表演 这边一般来讲家庭的设计背景都比较低落 所以我们在学校教学 对孩子他的家庭功能不够健全 但是我们是尽量说尽到老师应该做的责任 最根本就是从小的教育 他们就很有自信心 梯板上的四线谱 是泰鲁队族传统木琴专用的乐谱 只有四个音阶 奏出直谱的曲调 虽然比不上华丽的交响乐 但孩子们努力练习 希望争取更多被看见的机会 他们参加过许多外信式的活动展演 甚至还争取到出国表演 光是在这里的小朋友 算不完美了 去年我们还去 我们去年8月14到19号 6天5月是到广西 很兴奋的 从来没有坐过飞机 一两个小时的飞机的行程 他们都非常缺越不一 现在还在想说今天还会不会去 下课十分钟 孩子们在院子里玩耍 徐老师却碰到了状况 下堂课要教太鲁阁母语的老师 还没有来 也联络不到人 三点钟的课 只好又请高顺义老师带打了 像秀林国小借来的森巴虎数量不够 也担心练习时不小心会损毁 孩子们只能拿着鼓棒 在桌上敲出节奏 而其实这些课桌椅 也是秀林国小淘汰不要的 捐给了小太阳池塘 说实话啦 坐了五年多 几乎都是在家里的走廊 其实这不是一个真正的 小教室 有时候这前面有肉鱼 人家看他就叫人家做这一块 我这个前部铁皮帆布 物资文迹都是 加加减减就已经二三十次了 才做成一个 感觉像一个小教室这样子 我常常被放鸽子 明明这老师说要来 结果我们小朋友跟 这边的志工妈妈等了很久 结果他后来又打电话说 因为怎么样啊 就是一些原因就没来 徐美人说就连偏乡学校 征求正职教师都很难找得到人 更何况是部落里免费的客服班 他想尽了办法 好不容易秀林乡图书馆 补助每堂两百元的客服车马费 才让他不至于觉得亏欠老师们太多 大声音 起 大声音 起 网路通讯也帮了他不少忙 他把师资物资的需求全写在脸书上 我们缺乏英文 音乐 数学 手工艺 劳作 畅游的老师们 不是专业的也没关系 只要有心想为部落的孩子们奉献的人 请跟我联络好吗 只是来自外县市的客服老师 往往只待一个星期就回去了 剩下的客服还是得靠徐美玲读称 他毕竟不是万能 孩子们的课业 学校的试题 常有难倒他的时候 只好仰赖手机通讯软体 好 这边 这个就是我们小太阳师资团 是全国的各个老师 我未必知道他们是谁 可是他们都有加入我的这个师资团 只要比如说今天这个小朋友的考试剑 这一题我不会 我就拍下来 我就会传到我们小太阳师资团这边 就会跟那些老师说 麻烦师资团的老师们 帮忙算百分率的应用好吗 他们就马上帮我剪他 洗完手就来拿点心 下午四点钟 点心时间到了 有时候要煮面 有时候稀饭 馒头 那个小笼包 蒸饺 有的没有煮啊 爸爸妈妈有的 他说小孩子有的说我吃饱了 我在学校这边吃这样子 这是谁进来的 爱心的 什么时候 孩子们吃的点心 来自全台各地的山心人士 他们穿的衣服 鞋子也是这样 这边也有小朋友的鞋子哦 小太阳学堂募集到的所有物资 不但提供孩子 还帮助了社区里需要的人家 许美玲定期带着孩子分送物资 甚至远征到花莲的西宝 顺庵 宜兰的京阳等部落 面条 我看一下 你有拿了吗 OK 这样就可以了 好 孩子的物质生活或许匮乏 但他们天使般的歌声 天真无邪的笑容 却温暖了邻近部落里 许多破碎而孤单的心 党者 低收入户 像便宜员的 像各户的 没有办法照顾的人群 他都一一地去拜访 我希望能够在公部门 如果是这样没有办法去 实施他们的关心的话 那就用他们的编的预算 能编到像这种 偏地去藏者 低收入户 像无人照顾的常年病 在糖或在病床的话 那应该拨一点机会 通过爱心人士志工 这样去照顾人情 那不是很好 然而小太阳学堂 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从来没有停止过 台风中心清晨4点40 从花莲秀林乡登陆 强风暴雨席卷大半个台湾 目前当地没水没电 电话也打不通 居民都被提起安静 整夜大雨出张门前 变成小河流 还一定进家内 2015年8月8日 苏迪勒台风来袭 不但让原本要搭火车 到台北表演的孩子们 无法成行 更摧毁了他们的小学堂 铁皮屋顶被掀开 散落一地 客桌椅吹得东倒西歪 塑胶板盯成的墙壁 也破了大洞 台风过后一星期 我们再度来访的这天 教室才好不容易整理好 教室本来是 这边都有客桌椅 客桌椅坏掉16张 现在剩不到20张 坏掉的能做的像这样 我们还是给它使用 因为它是整个都断掉 像这个式这样 这里就是我们之前的厨房 因为东西我们都收走了 台风前 然后台风过后就被吹到这样 然后台风过后就被吹到这样 跌了足点心的地方 至于堆放物资的仓库 更因为风灾的破坏 形同废墟 来自各地的爱心园柱 全都泡在水里 孩子们已经好几天 没有教室可用 没有足够的客桌椅 也没有热腾腾的点心 他们只能紧紧抓住 现有的资源 不停地练习 老师说过我打鼓的时候很稳 你每次打鼓的时候都在想什么 我会想啊 一直打鼓啊 放空 我的梦想是要当军人是空军 还想高中毕业 我的梦想是想要做老师 为什么 因为当老师的时候 我功课那么好 老师的时候我就可以当老师 天真的小脑袋里 并没有意识到 要是再来几个台风 这间拼凑的小学堂 可能再也不能使用 他们的课后学习 很可能就此中断 每天我们是多么客难的在做 小朋友也没有离开过 一直陪着老师们 老师们也没有离开小朋友 我真的好希望好希望 能够有一个真正的教室 真正有一个安全 安稳又安静 又有老师教导的地方 一个教室 回程的路上 我们不禁想问 一间教室 几位老师 就能翻转这群孩子的人生吗 或许 并不尽然 但是 当大家都在为金字塔顶端的孩子 鼓掌时 他们却努力地挣扎 希望活出 充满肯定与自信的生 而这些 如果没有来到寿林部落 我们是不会知道的